材料清单 鸡蛋5-60以上 大鸡蛋最好 五味植物有50克 牛奶或水50克 细白砂糖30加蛋 黄理 细白砂糖40克加 蛋白理 柠檬汁或白醋 鸡滴 滴粉85克 材料准备好 滴粉或删两次 鸡蛋从冰箱拿出来要回温一会 分开蛋白和蛋黄蛋白理 不要混入蛋黄 注意装蛋白盆里 不要有水喝油 在黄理加入白砂糖 用手动打蛋器 搅拌质糖融化 再加入水和油搅拌 一会完成乳化过程 删入面粉 拌匀 不要有小颗粒 此时烤箱开始运热 160度度 这是拌好面粉的状态 拌好后盖上盖带勇 蛋白低速打成大泡 加柠檬汁或白醋 加三分之一砂糖 中速打到蛋白细腻泡沫的时候 再加三分之一糖 打到蛋白肉纹路 再最后一次加糖 这就是最后的蛋白状态 细腻轻盈如云朵 不能砸过了蛋白 取三分之一的蛋白 加入蛋黄糊中 用这一个手法拌匀 或者先拌加拌拌 或者要轻 再不会你就像炒菜那样拌拌 总之不要划圈拌 把拌好的蛋糕糊倒入 剩下的蛋白霜里 同样的手法拌匀 这就是拌好的健康的蛋糕糊 细腻光滑 又稠度的 要是消泡的蛋糕糊会很稀 面糊装高七八分满 轻轻震出打气泡 尽快送烤箱底层烤盘上 烤箱温度调到150度55分钟 每家烤箱温度都不一样 自己要了解的 除了高处震下到扣凉头 爱脱膜 小贴质蛋白要打好 拌的时候 不要香炮 脱膜要凉头 戚风不要纠结 看烈鱼粉 看烈才好吃 凉头冷烈完回缩就不明显了 还有就是温度170到130度都能可以 高温就缩短时间 低温就延长时间 熟悉自己烤箱是关键 鸡蛋 要新鲜的大鸡蛋 炒鸡蛋不适合做戚风 蛋卖少支撑力不够 做出来蛋糕不够蓬松 以上的话很重要